大家好 歡迎收看 波波夯肉流水席 大家是不是常常覺得 中秋節會烤肉找不到位置 特別是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不能出門 今天呢 有個超級超級 在家裡面的烤肉法 我們還特別重金聘請了 我們的工具人千千 今天我擔任就是 小幫手烤肉的角色 那平常都是別人烤給我吃 對 今天算你賺到 今天我們來開箱的 新春的烤肉組合是 嫦娥奔月組 嫦娥奔月組呢 主要就是給 喜歡吃牛肉的人吃 第一個是 正宗橫格模 新春橫格 接下來下一個是什麼 道地韓式培根牛 下一個我們來的是 帶骨牛小排 接下來 牛肉條 就是它油化很多 還有腹筋膜 第二part叫做 滿滿豬隊友 沒錯 其實我也沒有很喜歡吃豬肉 可是我超愛吃一比例豬排 然後今天我們這邊有兩盤 都是一比例 有 鹽烤一比例豬五花 看一下看一下 戰斧豬排 OK 各位 然後五香梅花豬 接下來 我們的正宗台灣土雞腿 我覺得如果是你會選 豬肉還是牛肉組合 其實我都喜歡 我全都用 因為牛肉它有那個 橫格模 可是豬肉它是一比例 我又覺得 我很難割捨 其他有一個 經典烤肉香豬的 牛羹豬都有 它有正宗的橫格模 還有一比例豬五花 就是剛吃的這個 然後還有我們剛才的 培根牛這邊就是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五香的梅花豬 全部都有 組合都會有 韓式泡菜 泡菜然後醬 然後一些調味料 還有它的辣醬 就是一定要配的 所以它這都有 是有選擇障礙的人 好你不要多說了 把羹筋膜給我烤一下 它烤到七分熟 然後邊邊微焦是最好吃的 我要進去囉 妳進來妳進來 他們心中有60年的歷史 都是在搞 他們在搞這個 就是招牌 招牌中的招牌 完美 你在口水直接滴一下 真的好好吃喔 不愧是招牌 60年前 欸這真的好吃 這個我會想去買 我第一次吃到 這個味道 好 對我來說還滿震撼的 嗯 醬料的香味還在我嘴巴裡面 有那個魚韻 這個道地的培根牛 它是配上它的正宗的韓式烤肉醬 是最好吃的 來來來 吃這個 你說再烤一塊嗎 嗯 這次可以先刷 它很厚 我覺得到嘴巴裡面 沒有我吃的是一塊牛排 那個肥肉是直接融化的 它每一份的那個組合都有附 一組泡菜 獨家的原汁原味製成的泡菜 我要配著這個肉一起吃 怎麼樣 超大的 它直接塞滿我的嘴巴 你有吃過比它還大的嗎 不好說 下一個我們來的是 帶骨牛小排 肉質是最細嫩的 牛小排在所有牛肉裡面 牛小排最好烤到七分熟 我順便把牛肉條來烤一下 配一點它這個片鹽 超漂亮的 很像雪花的鹽 然後可以配著吃 我是牛小排超級愛好者 它每次街房房一房 然後休息時間就說 我要去吃牛小排 你要吃長的還是吃粗的 所以都要嗎 牛小排號稱牛中子小排 來 你在講什麼 中秋節快樂 我現在吃冷味 好香喔 超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好吃的點 是它肉的香味 這是我們的牛肋條 多附筋膜 多附筋膜 還有油花 肉嫩多脂 對 這個鹽是 一片一片像雪花一樣的耶 超漂亮 我剛剛看你覺得這個很厲害 差不多我們要趕快來吃 好 下一組 滿滿豬隊友 沒錯 伊比利豬呢 其實是豬界的和牛 它是世界上唯一可以 不需要全熟就可以吃得住 它是來自於一個叫做 伊比利亞半島的地方 是真的有這個地方嗎 真的 我想說你的話我都聽一半 真的啦 然後他們養這種豬的方式 也是跟伊比利亞很不一樣 它會確保這豬 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動空間 所以它的豬肉會非常好吃 油花分布完美 它是鹽烤伊比利豬五花 那我們就用它們這個 超級獨家的片鹽 直接灑上去 它的油脂這樣 垂涎欲滴 它的口感 整體再肥一點 對啊 就是比較肥一點 可是它的肥肉很細膩 很不膩 這個戰斧豬排的 胡椒 你看 這個黑胡椒的顏色跟它多搭 是不是 天啊 我沒有吃過這麼高級的東西 它吃起來是 和牛的感覺 這個肉是入口即化 是直接消失的肉 這種肉質你配其他醬就不需要 它的油是均勻的散在那肉裡面了 再來我們要烤這一盆 我們的嚴選土雞 巨大層 欸這個快開了 喔喔喔喔喔喔 喔這麼大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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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很期待這個 因為它的醬真的超好吃 對我覺得 我自己買回家吃 我會全部泡醬 雞腿在熱的同時 我們弄一下這個 五香梅花豬 這個因為不是一比例 就要到全熟歐 可以了可以 我們今天都還完全沒有沾到這個辣醬 那 它還有附韓式辣醬 我就直接 來 完全不知道它的辣度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好吃耶 對啊其實我覺得 一般的多的就很好吃 它其實比一般的燒烤肉片 我覺得厚滿多的 那就是我們的正宗台灣土雞腿 很燙啦 其實我覺得 那個醬發每一個東西都真的很好吃 其實整個都是那個醬的味道 我剛剛有刷 你今天是嫩的喔 嫩的吧 嗯 好香喔 對啊 好好吃喔 我們都吃完了 我們都吃完了 我們繼續編考給 等下工作人員吃 你覺得錄波波代曆這麼久 有什麼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其實我好像知道 沒有有一次我們錄那個 波波接地區 那個線上版接地區的時候 好像是有 有問題 然後結果沒答案 喔 然後你 你答案給我哭 這可以講嗎 那天剛好就是遇到很多 很有效果的人 嗯 然後錄完我就覺得 欸好棒 這集就是又可以 可能帶給很多人歡笑 之類那種的 後來就是發現收音有問題 全部的那個錄影帶都沒有聲音 這沒聲音喔 對全部沒聲音 那我覺得你明天可以事後直接 拉回 配音嘛 直接配音喔 配音喔 我覺得有一個人陪我的感覺 那有一次特別印象很深刻就是 因為那次原本是我第一次要解放 然後我超怕 我前一天我寫了一大堆 我可能可以講的哏 他們可能會說的話 後來事實上發現 我是哏不可能偷看 那你一定是要馬上想到 要想說 我超怕的 結果到了現場 然後 你跟我說 喔 公司有事 你沒辦法來 然後我就 那天有事 就是沒辦法 Shit 哈哈 我說 我說你應該OK吧 你會這樣講 我超怕 我說整個是 我跟你說 我一開始有試著想過 就是也是像你這樣準備 然後我真的是防一防穿 就我其實不用準備 你就是聽天由命 然後看臨場反應 就這樣而已 對 就是沒有別的 當然是這樣 或者看你遇到的路人 我真的覺得 如果可以做那種 小短劇 那種搞笑 哭手小短劇 真的是會很好玩 就有點半搞的 對 然後有永吻之類的 你要成誰永吻 我們現在目前 二千里是李主角 沒有 沒有 永吻我會再幫你找替身演員 有嗎 跟你長一樣OK 大家多看我們節目 不然 我們想什麼 也都只是想 所以像這麼好吃的燒肉組合 要去哪裡買 在 撥撥選務所 裡面有優惠的價格 然後我們底下要放連結 我是覺得CP真的蠻高的 這樣大概幾人份 這樣子我覺得吃起來的感覺 應該有三到四人份 疫情好不好 在家裡面 配著電視 配著波波 接地區 沒錯 然後吃了就烤肉好不好 吃完了 就往後一躺 OK 你就可以去了 我看你不得收 哈哈哈哈 拜拜 如果還想看我們吃什麼 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沒錯 什麼都可以吃好不好 趕快去波波選務所買起來 沒錯 去吧 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我覺得才五分熟 好像可以 你沒有五分熟啦 再來一次… 這樣給我吃機會